可爱的梨 从前,有一个名叫S的可爱小女孩住在一个小村庄里 S对梨树的迷人世界很感兴趣 他们村里有很多梨树,一年四季都挂满了五颜六色的梨树 S过去常常每天清早醒来,然后去梨园 她坐在树下,吸着梨子的清香,听着鸟儿的歌声 S最喜欢的事情就是爬上梨树的枝条,荡秋千 一天,S在梨园里闲逛时,在一棵小梨树旁停了下来 树枝上只接了几个梨子,一个都没有熟透 S觉得这棵树很伤心,便走近它 树哥,你怎么这么难过? 艾莎问道 梨树伤心地说,亲爱的S,大家都在摘别的梨树的果子,吃得很开心 可是我的果子又小又不成熟,没人要我的梨子 艾莎理解树的悲伤,用欢快的声音对它说话 树哥你放心,我要你的梨子,我很珍惜 每一种果实都有它的成熟期 我会耐心地等待你的果实完全成熟 梨树期待着爱色的花 久而久之,艾莎每天都去拜访这棵树,表达它的爱意 这棵树也长大了,正如S所说,它的梨开始慢慢成熟 一天,当艾瑟来到梨园时,他看到树枝上挂着鲜亮香甜的梨 他高兴地爬上树,采摘成熟的梨子 当他回到村里时,所有的孩子都对S的梨赞不绝口 他们还注意到它们有多美味 S的爱和耐心让梨树很开心,梨树也对S感激不尽 现在这棵树感觉很有价值和重要 当它和其他梨树一起长大时,它对它们结果时间的担忧消失了 S在梨园的成功传遍了整个村庄 其他孩子开始对梨树表示喜爱和尊重 S就是一个例子 现在大家开始尊重水果的自然过程,耐心等待 秋天的一天,村里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梨花节 这是充满梨香和欢快歌曲的一天 S站在他的梨树旁,自豪地看着周围的人 Perso的喜悦传遍了整个村庄 这个故事讲述了每个水果都有自己的时间和耐心等待的价值 S的爱心和奉献精神激励着梨树茁成长 也让其他人尊重梨子的自然生长过程 因此,S和梨园在他们的村庄里一直是爱、耐心和声誉的象征 大家开始不仅将梨视为水果,而且将其视为宝物 总之,梨树的故事提醒我们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且有价值的 我们每个人都以不同的速度成长和成熟 在我们自己的过程中尊重我们每个人是很重要的 当我们耐心等待的时候 我们终于收获了自己的宝贵果实 也让别人开心